哈囉 大家好 不好意思 18點 先打開 到KTV 歡唱唱到一半 遇上警方領檢 盤查身分 民眾很配合 來 這邊 來 先來倒入 但來到另一個包廂 民眾喝多了 語氣有些強硬 經過警方說明 朋友一旁勸阻 男子情緒才稍微緩和 好 看著我進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健康有沒關係 沒有啦 不好意思 這個有點多怪 紀庸市警察局 6月30號執行青春專案 擴大領檢勤務 120名警力分組 前往轄區KTV撞球間領檢 警察局長翁群仁 在江湖隊6樓 進行勤教 聽取簡報 犯罪組織 不要去 誘惑我們的青少年 所以我們要防止犯罪組織 對青少年的一個誘惑 當然 我們也要防止 詐騙集團 防止毒品案件 防止 性犯罪 性暴力的相關犯件 當然 警察同仁在執勤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到自身的安全 就是我們經常提醒的三安 同時在暑期或是相關的這些場所 深夜 可能也有民眾 飲酒 或是其他的這個活動 是不是 會情緒上有一些破洞 那我們也請同仁 要做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執法人員 在安全以外 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 而且導引對方的情緒 讓一個暑期的活動 都大家平安 然後順利的度過 這樣子才是一個和平 而且快樂的一個社會 為了避免青少年們 涉足不當場所 金融市警察局 開啟了青春專案 出動了100多名警力 而6月30號執行專案第一天 就查起了 違反組織犯罪7人 詐欺案22人 違反兒少 及少年性剝削防治條例1人 妨害性隱私 及不實現影像案類3人 學生們開始放暑假 全國各地警察局加強擴大領檢 要讓青少年們 度過快樂 又安全的暑假 記者黃少民進行報導